柯文哲一家都賊 闖進記者會鬧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依舊不為所動 這次總統大選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沒手 也沒有經驗 強調總統大選也是民眾黨的第一次 柯文哲極力安撫小草們的心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傅子恩的做法 不會被擊垮 因為現在劍拔指向作賬會計師 將近50分鐘的記者會 所有人口徑一致 整起事件完全是因會計師端木正而起 而他也曾經是民眾黨中央委員 2020年還被列在不分區名單上 我們委託的端木正會計師 他說他時間來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報的情況 當漏報之後 他就把漏報的金額擅自調節 說是會計師漏報將近2000萬元 黨內極力撇清 就連時任柯文哲競選辦公室財務長李文宗也喊冤 我完全不知情 身為財務長沒有盡到二次查核的責任 我也要向支持者和合作的廠商鞠躬道歉 這被點名的禍首透過事務所聲明 服務均依法處理 相信監察院和檢察署都能還他清白 全部都推給會計師的情況之下 今天會計師居然沒有出來道歉 這是非常在這個所有的這個不管是企業或政黨情況之下 我覺得都是非常嚴重的有問題 風波延燒數日如今定調 單純就是會計師漏報問題 想把事情簡單化 但似乎衍生更多匪夷所思的問題 我想時間我們差不多逐一講清楚了 TVBS宣傳綜合報導